今天走東澳古道 因為有位朋友遲到 還在將軍出名 先吃個早餐 現在在東沖的噴水池 因為其中一個團友遲到 到現在還未來的關係 所以就要買一杯咖啡 來等他 這杯咖啡 我是用別人送的Q幣買的 所以是沒有付錢的 一起等團友 終於等到你了 這次要錄一錄你的樣子 遲了一個半小時 這傢伙 你現在準備買水上山 時間是12點 這次的路線由東沖出發 我們相約在噴水池旁邊等 一路開始走 途經日東村 日東村 再上天橋 再到龍井頭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會有一個炮台 可以看的 經過炮台後 就會去到猴王廟 在猴王廟 再上去 一條路走到沙羅灣 中間會有些士多 可以讓你們休息一下 去到沙羅灣 基本上大約走了一半 然後再沿著右邊的海岸 一直走 經過深石村 再走多六七公里 就會到達澳 今天的行程就是這樣 全程十五公里 因為我們走得很快 都走了差不多三個多小時 平時不是走開山的 你預算四至四個半小時 就差不多了 終於起行了 經過 就在噴水池那邊走 前面就是東沖游泳池 沿著游泳池這條路直走 我們首先要去那個小炮台 15公里 慢慢長路 走到日大澳都不知道多少 游泳池過了一來 右邊有一條小路 有條樓梯 那這條上去 就是這條路了 可以分成頭 上完十分鐘樓梯 差不多了 就到了一個停了 累的可以休息一下 輕鬆 兩一秒才輕鬆繼續走 沒問題的 我們就在這個位置 繞進去東村 我們到了東村 你們走到這條天橋 這個天橋 上天橋 去另一邊 我們在天橋下來了 你就會去到東沖道 馬灣村東沖道 現在還沒找到上山的路 這裡有個城市綠洲 我們就下來了 我們正在跟Google Map走 沿著一些小路 就進了山路 你看到這裡貼著一些城市綠洲 就繼續走 有些味道 這裡的味道 臭臭地 我們剛剛走那條小路 看到這個牌 就會看到後皇廟前面 我們上一上去 這裡有個廁所 走到這個位置 可以去廁所 喝水 塗一塗防沙 準備繼續上去 廁所 過了廁所之後 就會有一片空地 那片空地 那裡就是後皇廟 你看到這一邊 就已經是海 前面都會看到一些 岸坪的纜車 一架架這樣 好,我們繼續 我們還未上山 還在東涌化迷 沿著球場走過來 經過這個香港 遊樂場協會 有一條小路 就過去了 會經過一條河仔 你找到這條橋 經過這條河仔 就對了 風景多優美 鳥宇花香 聽到那些小鳥在那裡 嘩,這隻狗在下面 游水 好過癮啊 好爽啊 我看到牠 拍一下你 放你上youtube Hi 你不是想落水嗎 好爽啊 我覺得牠很Chill 好,那我們繼續走 好爽啊 一條直路 風景都挺優美的 今天天氣不錯 前面都是 綠油油的山 現在進去了 一些屋村範圍 很舊的村莊 有隻蟹仔 看到嗎 這隻蟹仔 這隻蟹仔 來的 這隻蟹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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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行山的蟹仔 現在塗一塗防曬 準備上沙羅灣 有高人指點 這隻蟹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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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那裡 其實都是一條直路 沒有什麼指示牌 沿著一路走 都是這些 石屎路 很輕鬆的 中途會經過這個位置 不知道以前是不是有些水 有水 剛才那條路 走了四個字 就會進到汕頭村 我們進到汕頭村 你們會看到路牌指著 哪裡是大澳 和沙羅灣 有一間 合擊士多 我們會在這裡停一停 吃點東西 就看到 啤酒汽水 出前一丁的牌 看到嗎 兩位團友已經坐下 叫食物 我們在這裡休息 再上山去大澳 我們休息了半小時 吃了麵 就繼續出發 這邊 你們看到了指示牌 往大澳 繼續走 我們暫時走的路 都是輕鬆的 有扶手 石子路 不浪費 還有不斜的 沒有什麼斜路 都不是很累的 說真的 你們會看到開陽的位置 就會看到這些景色 旁邊就是海 前面這條就是港珠澳大橋 一路走 來到一個 應該要拍照的位置 這裡 有一個遮蔭位 可以坐一會 前面有一個糧亭仔 看著港珠澳大橋 看著港珠澳大橋 我們又在這裡坐一坐 走到現在 差不多三點 終於走到這個牌 往沙羅灣 五分鐘 好 我們已經入了沙羅灣的範圍 這裡有指示牌 就是去沙羅灣觀景台 不去的話 就會有另一個牌 寫著旺大澳 還有多少 還有7.8公里 兩個小時 我們繼續走 以我們的腳程 一個半小時 應該就走完7.8公里了 我們繼續走進大澳 沿路就經過這些地方 你們會看到 這個自助收買 但不是機器 是你自己放下錢 隨便拿 那也是 兩格 要三格 哈哈 就對了 那你 那你 那些錢就在那裡了 那你 都做個有心人 拿完 就放下錢了 有個錢有口渴 好 我不會切的 這段 我不會切的 我不會切的 我覺得你很自然 很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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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說呢 這段 其實 剛剛有其中一個團友表現了 在深山生活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勇於嘗試 他看到溪水都很清 勇於嘗試 就去喝溪水 又不太累 下三個多小時都餓了 所以就 吃一條 滋味的黑糖棒 因為有個團友 今早遲到 所以他就贊助了我這條 黑糖棒 我會懷著感恩的心情去吃 唉 突然間 喘了阿氣 因為走了一條很斜的斜路上來 上完斜路呢 你們就會去到這個 深石亭 一個 休息的位置 上完斜路 也有點累 繼續走到大澳 走了 三個多小時 三個多小時 最累是這段 一段斜路上來 喘了氣 繼續沿路走進大澳 有個 小小的拍照位 下來看一下 OK的 看到 前面的方向 繼續進大澳 這裡有個小小的碼頭 對著前面就是 廣珠澳大橋 可以拍一下 現在還有大約四公里 就到了大澳 走過一個小小的橋位 那些水挺清的 你看到有些雨在這裡 瞬瞬給你們看 記得嗎 旁邊有些在水上面生的植物 都挺漂亮的 在哪裡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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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一堆小魚 看到嗎 在這裡 有幾隻 嘩 聽到鳥仔聲 很漂亮 我們剛進了 往大澳 最後四分五公里的路 感覺上是不同的 因為路窄了很多 雖然都是在走石屎路 但是兩邊的環境 感覺上是 像是 走山多一點 東澳古道 我們從那邊 一直走走走走走走 走得十公里了 一直是在這個 廣珠澳大橋的左邊 不停地走的 走走走 你會 電話都 去到飛行模式 因為這裡都 很近大灣區 港珠澳大橋 起完之後 我都沒有搭過的 這裡有個 位置可以拍整個 東澳古道 差不多到大澳了 現在就 開陽很多了 右邊 那些景 一直都是 很漂亮的 基本上你就是 在 海的左邊 一路走走 走進去大澳 所以 想 走走山 有些風景看看 那些 這條路其實 就很適合大家 這裡 一望 都是 綠色的山頭 其實 那景觀很漂亮 記不見 天氣 今天就夠了 夠了 好像去了外國這樣 現在 我們現在 有個 位置 那就應該下去 留下那些 海灘 我們 下去看看 我現在 哇 在那裡 聽著海浪的聲音 其實那裡就是大澳 那個位 這裡 瞬一下 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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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有一陣子 應該是大澳 我們已經很近大澳了 現在 在那裡 一會兒 一會兒 走過去 十幾二十分鐘 就到了 很舒服 在那裡 聽海浪的聲音 現在 最後衝刺 往大澳出發 又走了十分鐘左右 大澳 就在前面了 你已經可以很近的見到 那些建築 太陽都還沒有下山 現在四點 現在四點 搭九 哇 很久沒有來這裡 大澳這個地方 其實都很多年歷史 在香港的尼島來說 都算是比較傳統的尼島 它有些棚屋 有些boat tour 可以去搭 另外 其實大澳 都有一些紅樹林 可以看一下 因為我以前在那裡 一翻過工 所以對這個地方的歷史 都是有些了解的 看不見到前面 就是大澳的棚屋 其實我們右手邊 這些 在水上面的植物 就是紅樹林 你看到一蘭 聽以前的居民說 大澳有很多的紅樹林 現在因為生態問題 就越來越少 很久沒有回來 都記得路怎麼走 看這個大澳的橋 以前這條橋的位置就是環水道 自從建了這條橋 之後 前面看到日落嗎 差不多日落了 這個位置看日落都很好 大澳魚村 來到大澳 怎麼都要試兩顆大魚蛋 先 大澳慈名大魚蛋 快點了 我們是在大澳下山 等到11號大魚山巴士 再出東方 就很遠 很累 走了17公里